每天 熱點由花蓮蓋在道路旁 一棟顯眼高樓層建築 這家飯店遭到旅行社指控 竟然毫無預警取消病房 臨時打電話過來 說他房間有問題 我說什麼問題 他說他們的樓層有水管爆裂 房間不寫 他說要跟我換一下房間 我也答應 七早八早又打電話過來說 我那个你可以去银行查一下 我说怎样好 你的定金我帮你刷退了 拿出订房确认书 上头住民已经付了定金 旅行社专员控诉 突然接到饭店来订购吃 无法接单 还说取消订房 定金已经刷退 口气很差就说 那你要是不爽你可以去告啊 差一点就毁了一群团体客 端午廉价计划 旅行社专员说 这笔订单是台中肉类工会成员 请他们旅行社待定 参与人数总共196人 是一年一度自强活动 按照预算订了花莲 某间饭店一共35间房 要入住两晚 早在5月14号订房成功 但一个月后突然接到对方电话 先询问是否能换房 隔天又说已经刷退定金 已经和对方进行非常友善的沟通 还有协调 那目前呢已经排除工程的问题 当天6月26号还有27号呢 房间也都已经准备完毕 饭店说明目前房间问题已经解决 这团196人 端午廉价都能入住 可对于旅行社只称的突然刷退 定金放鸟又态度不佳 没有多做解释 三立新闻花莲台中综合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